这是一起34年前的邪点案 改编自著名的双黄案 号称香港十大棋案之首 在庭审过程中 不仅三郎连香港警方都仇待百出 其中更是有许锦江颠覆出演 却因尺度太大被删减 影片开始 关公项前三个青年结为异性兄弟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可想要在这个阶层 已经固化的社会出人头地 谈何容易 一传言 二十多年过去了 三兄弟的生活都不尽人意 老大郑子敬是驾驾教练 他身材魁梧 一脸凶相 光棍一条 但是极重感情 对母亲的孝顺是出了名的 对于老二李怀的身世 影片为了迎合小市民阶层的做法 进行了删减 55年 李怀到香港后 在远房亲戚黄老板的加油站做服务员 后来到夜场工作 夜场倒闭后 又到远房亲戚黄老板的公司 继续做服务员 注意受害人黄氏父子 其实是李怀的远房亲戚 李怀样貌英俊 生性风流 尽管每个月 仅有130块的工资 每天被一毛不拔的黄老板压榨侮辱 但依旧穿着鼻挺的西装 梳着油头 老三马尔灿是一名化妆师 他是三兄弟中唯一有家事的 这里影片也删减了一部分内容 虽然马尔灿的工作 看起来比较体面 但实际上 他只是为夜场的舞女 处理身上的毛发 因此 很多人都给他取了个败号 叫沾毛墙 尽管如此 他却总是一小了之 虽然生活没有一次希望 可三人总能在黑暗中 找到一丝光明 邓紫荆经常把叫啸的车 开出来把妹 由马尔灿打配合 来到石油公司 再由李怀冒充公司老板 三人装成百万富翁的样子 这小巫女本来都已经相信了 可谁知却碰上了真正的黄老板 黄老板的儿子黄应求 毫不留情地戳穿三人的阴谋 三人只能灰溜溜地各回各家 原本三人就这样 默默无闻地生活着 可这晚发生的事 却悄无声息地改变了三人的命运 阿丽去舞厅上班 阿丽虽然是一名舞女 可却对李怀动了真心 她打算再做一阵 攒些钱就跟李怀结婚 不料这晚偏偏碰到了 黄老板的儿子黄应求 黄应求不停地邀请阿丽跳舞 其间更是动手动脚 有了男友的阿丽 十分厌烦地将闲助手拿开 可为了钱 也只能忍气吞声地 陪黄应求跳到了最后 从舞厅出来 黄应求看到对自己百般拒绝的舞女 竟然投入了李怀的怀抱 原本她就因为阿丽的拒绝心情低落 看到亲密的两人之后 更是让她感到愤怒 黄应求对着李怀就破口大骂 李怀为了工作选择了隐忍 可阿丽却不惯着她这臭毛病 她立刻骂了回去 甚至还当机说 谁不知道黄公子是有名的 抬不起头 俗话说骂人不接短 黄公子被戳中痛处 当即暴怒 和阿丽在大街上打了起来 软弱的李怀 只能和路人一起将两人拉开 随后黄应求骂骂咧咧地坐车离开 李怀将阿丽拉到墙角 她小心翼翼地给她处理伤口 此日一早 李怀就被黄老板发配去擦车 她不敢反抗 只能在外磨洋工 而此时 邓子静刚教了个新入行的女演员 有了上次的经验 这次她泡妞的地方选在了户外 李怀摇身一变 从擦车的服务员 变成了爱车如命的大老板 三人十分熟练地打着配合 女演员很快就沦陷了 为了节约把妹成本 邓子静提出 从黄老板的车里抽一些汽油出来 无了一肚子火的李怀 很快就答应了下来 殊不知 她所做的一切 都被楼上的黄应求看了个真切 黄老板毫不留情地一顿辱骂 直接将三人打回原形 女演员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李怀怕被开除 选择了忍气吞声 可脾气暴躁的邓子静 却选择了回击 还一拳打烂了黄老板的车玻璃 被吓到的黄氏父子 赶紧跑回楼上 可李怀也不出意外地被炒了鱿鱼 晚上三人聚在一起吃饭 酒过三巡 三人将心中的不满都发泄了出来 他们越喝越兴奋 越骂越上头 李怀提议 将黄老板的车子烧了 以示报复 冯二灿却打去说 不如将黄应求绑了 找他爹要个一两百万 这样岂不是一下就发达了 说着无心听者有意 李怀和邓子静顿时两眼放光 一拍即合 可冯二灿却突然打起了退堂鼓 他可是有老婆孩子的 说什么也不能干这个 可已经上头的李怀和邓子静 不住地劝他干 此时同样喝醉的冯二灿也开始动摇 如果真能搞到一两百万 那这辈子岂不是衣食无忧了 毕竟在那个年代的香港 一万块钱就可以买一栋楼了 最后三人决定投硬币 正面不去 反面去 李怀拿出一枚硬币投了出去 果然是反面朝上 就这样 一件轰动整个香港的惊天大案 就在酒桌上开始了 可他们三人都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计划 已经被来偷东西的大蛇鸣听到了 此日一早 三人就搞来了手枪 冯二灿又从舞厅偷来了道具 给他们溢了容 三人开着驾校的车 来到舞厅门口踩点 打算等黄映球一出来 就一拥而上 将之绑走 没想到 一个身材瘦小的男人叫住了李怀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大蛇鸣 他来找三人 就是想加入计划 分一杯羹 邓子静提出干掉大蛇鸣 冯二灿却认为 应该放弃计划 就在此时 黄映球突然走了出来 三人慌乱中 决定让大蛇鸣加入计划 可他们谁也不知道 就是这个决定 让之后的三人万劫不复 李怀和邓子静冲过去 将黄映球一顿暴打 就在这时 巡逻的警察突然来了 李怀灵机一动 将黄映球塞到车底 然后三人伪装成罪鬼 抓起大蛇鸣打了起来 警察看到没什么事 很快便离开了 四人将晕倒的黄映球 带到郊外 准备扔进集装箱中 没想到 这时黄映球突然醒来 他一眼就认出了李怀 本来吓得不成人样的他 突然胆子大了起来 对着三人就是破口大骂 李怀和冯二灿有些被吓到了 还是邓子静逃出枪 威胁了黄映球一通 没想到黄映球瞅准时机就溜 四人立刻追了过去 怒火中烧的邓子静 上去就是一顿暴打 但似乎下手中了鞋 黄映球没了气息 四人吓了一跳 之后李怀又将黄映球的耳朵割了下来 准备敲诈黄老板一笔赎金 没想到黄映球疼得直接坐了起来 原来他刚才只是晕了过去 四人立刻被吓得魂不附体 黄映冲举起铁锹 就对黄映球拍了下去 竟活活将他给拍死了 从这时起 四人手上都沾满了心血 忙碌了一夜 四人将耳朵寄给黄老板 并索要一百万赎金 黄老板自然是选择了报警 他并不打算出这一百万赎金 因为他有十一个儿子 根本不在乎少着一个 警方得知黄老板的态度十分诧异 他赶紧保证 自己一定能将绑匪绳之以法 之后竟问黄老板 愿意为这次抓捕出多少奖金 最终在警方的劝说下 黄老板和冯二灿讨价还价 将赎金降到了五十万 他们约定好交易地点 然而到地方之后 四人才发现 警方已经设下了埋伏 三人商量后 决定称黄老板身边防守空虚 再去绑架黄老板 三人戴上榔头面具来到公司 用一枚硬币就引得黄老板被抓 三人带着黄老板逃走 有了上次的经验 三人这次做足了准备 有时将黄老板装进集装箱里 不过无论三人怎么威胁 黄老板都不愿吐出一个子 逢二灿灵机一通 从野外抓来两条毒蛇 放进集装箱 黄老板瞬间被吓得屁滚尿流 当即就同意给家人写信 而黄家的人 也有了上次被骗的经验 这次没有选择报警 管家拿着一百万现金交付 四人也如约放了黄老板 可到了分钱的时候 大蛇明却十分不满 因为他是后来参与的 兄弟三人决定只给他五万 虽然不满 可五万也是可以买五栋楼了 就算收租也不会穷一辈子 于是大蛇明也没有说什么 最后李怀嘱咐大家 最好过几年再把钱拿出来花 不然怕引起怀疑 可是几人回去之后不久 李怀就买了身昂贵的西装 带着阿丽频繁出入高档酒店 邓子敬则买了豪车 每天换着不同的女朋友 彭二灿则给媳妇举办了一场 盛大的生日宴会 邀请了许多乡亲领敌 然而就在这场生日宴上 大蛇明带着一个铜箱出现了 原来生活突然阔出的大蛇明 引起了铜箱鬼见仇的主意 在他的敲诈 再加上大蛇明好赌 很快他就输光了 于是两人便想找三兄弟 再要三十万 三兄弟心里明白 这种事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干掉两人 于是很快 三人便杀了鬼见仇 之后在埋尸时 三人刚打算对大蛇明动手 就被他察觉 身材瘦小的他 在树林中左右穿梭 居然就这样逃了出来 他跌跌撞撞 碰上迎面驶来的警车 大喊 三郎要杀我 三兄弟看到有警察 只能暂时离开 大蛇明被带到警局 可是竟突然翻供 说他只是遇到了抢劫 可警察却发现 他写财字的时候 多血一横 黄老板曾经告诉过警察 在他被绑架时 发现绑架他的人中 有一个人财字会多血一横 这下大蛇明突然暴露 再加上警方言行拷打 他很快就全招了 而此时 三人便早已收拾好行李 准备跑路 李怀和邓子静来到冯二灿家楼下 却发现警察早就赶到了这里 两人只能先逃走 而察觉被警察包围的冯二灿 则躲在了楼顶的鸽子笼中 躲过了搜查 李怀赶紧找阿丽 将所有的钱都交给了他 他刚想骂李怀不负责任 警察就追了过来 阿丽赶紧推到桌椅 给李怀和邓子静争取了一些时间 可二人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追捕 锒铛入狱 晚上 冯二灿从鸽子笼里出来回到家中 发现家里空无一人 原来警察没找到他 竟将他的家人全部带走了 此时 邻居那个小男孩 察觉到冯二灿回来 立刻拿起电话报了警 冯二灿听到后 抄起菜刀就走了过去 平时他对这个小孩十分照顾 经常将自己的饭菜给他吃 没想到这种时候竟然背叛了自己 冯二灿举起菜刀就准备砍 可却始终下不去手 就在他犹豫时 警察突然赶到 至此 三郎全部漏网 判决的日子很快到来 法官判三郎绞刑 并且不日后行刑 而大蛇明却没有得到 和警察约好的减刑 依旧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 直到这一刻 三人才感觉到恐惧 他们慌忙上诉 可上诉请求却被驳回 三人又不知道从哪里听说 可以给英国女皇写信 请求赦免 可依旧未能如愿 情形前 三人被允许可以和家人见一面 首先是邓子静的母亲 邓子静慌忙掐灭烟头 抖着身上的烟味 此时的他还记得母亲的教诲 不能抽烟 可他却没有勇气走出牢房 最终 母子二人还是以写信 做了最后的交流 接下来是冯二灿的家人 他劝老婆趁着年轻 赶紧找个人嫁了 可老婆却直接表示 生是冯二灿的人 死是冯二灿的鬼 自己就算一个人带孩子难死 也坚决不再找婆家 而最惨的要受李怀 阿丽当时已经怀了身孕 当时接到电话后 慌忙下楼 结果却不慎摔倒 不仅未能如约赶到监狱 甚至连孩子也流产了 而在狱中苦苦等待又不知情的李怀 大骂阿丽变了心 此日一早 几人吃过断头饭后 分别上了刑场 这是香港最后一次使用死刑 也不知是不是巧合 偏偏用到了三郎身上 至此 三郎案终于彻底了结 而这个案子之所以被称为奇案 一是因为三郎在绑架黄老板之子后 两年案件未有丝毫进展 恰恰是在两年后 三郎再次绑架了黄老板 而是在法官审判过程中 不断出现各种意外 庭审当日三郎突然翻供 称他们在受警方盘问时 曾遭到过毒打逼供 之后更是抓住审问记录中措字百出 说他们有非自愿认罪之嫌 弄得警方丢尽了脸面 最后法官为了追求公证 只能传召文字专家 在法庭上咬文嚼字 实在是荒唐可笑 而在审问记录确认无误之后 三兄弟再次翻供 竟不约而同地表示 他们只是参与了这宗绑架案 对于黄应求的死 更是好不知情 而这起案件的主谋是四个大陆人 他们三个只是依照这四个大陆人的计划 按部就班行动而已 而到最后 警方都没有找到三郎口中的那四个大陆人 最终 案件的审理竟历时半个多月 三郎终于被判处死刑 这件轰动一时的绑架案 也终于落下了帷幕